本场比赛当中 对小胖樊振东的表现 首先是樊振东的球权 樊振东开局之后依然是发球长球开路 一上来之后 小胖的战术还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盯住王主钦的反手 刚才一个切肠去反手的时候失误了 还是拉反手 漂亮 哇塞 这种路由变化打得简直匪夷所思 因为看樊振东的这个位置 调整的并没有太好 完全是靠重心和手上的感觉 强行变现 王主钦也是通过发球变化 正手反冲上选球 现在在双方的开局打成二边 让我们一起来组队加油 樊振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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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来组队加油 樊振东 在这个处理 团队中发出的反手机场的时候 也是非常强势 直接是反手拉直线 这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上手 对的 他组队 让他组队 加油 他在一开局 依然是展现了他非常强势的反手拧拉技术 依然是反手长的 漂亮 你看跟上一轮 对小龚振东 超电脑的比赛相比 小胖在这个 一开始的比赛当中 就表现的 进入状态很快 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有小胖的球迷啊 关于小胖是否慢热的问题 已经开始争论起来了 有的球迷是在说小胖是慢热型 马上就 其他球迷反驳 还是长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小胖在场上并不能算完全的慢热型 如果说跟马龙这种 非常善于打开局的选手相比 当然反正如果调动没有那么快 但是小胖我觉得在比赛中 调动自己状态的这个能力 也是能有很快的进入 王总 加油 王总 加油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小胖的这个 地球动作啊 在上一轮的解说当中 有的球迷告诉我说小胖呢 有腰伤 其实我们只要仔细看这个小胖的这个地球动作 你就可以看出啊 樊正东 他这个下肢和这个腰部的发力非常充分 往往这个小胖是在这个身体有时候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强行啊 靠腰部的转动来让开这个身体位置 进行地球 所以说 居然导致这个 下肢的複合和腰部的複合 反正中 加油 有一个球迷告诉我说 小胖前几天的比赛啊 腰上还有绷带 其实很多专业运动员啊 他们的这个运动损伤都是发生在脚踝 膝部或者腰部啊 就跟我们这个业余球迷运动一样 因为这个专业运动员非常这个强调这个脚步以及身体重心的运用 而我们这个业余球迷有时候出现的这个伤痛呢 可能比如说肩部 肘关节啊 所以说我们业余球迷也要多反思一下自己的技巧动作 好胶 好胶 他放在这段正手冲 其实还是很有质量啊 但是 这个弱点 这个王主钦等到 直接堵了一把胃头 变直线 漂亮 但是我们经常能在场上 看到他超越他年龄的一种程度的表现 比如说刚才樊正东的这板 正反守卫的两条直线 难度很大 而且对对手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的明显 好胶 脚上的这板三手批长 直接 几乎是一个白线的位置 然后就更强大失误 虽然说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 呃 樊正东是 依靠九平之后 手握球权的 好 在揭发球上的 一个 在揭发球轮次 非常稳健的处理 是11比9 有惊无险的 拿下了比赛 有一个球迷在问我一个问题啊 说 解说叔叔啊 这个球员的口袋里可以装几个乒乓球啊 啊 据我所知啊 我的回答不一定准确啊 如果不准确的话 由我们的球迷来给我们补助和纠正 这个乒乓球比 咱们中超的比赛啊 虽然是不减球的 但是 这个球员的口袋里也没有球 啊 所用的球呢 都是由裁判来 提供 漂亮 两条直线 漂亮 好球 反正中第二局 一上场之后就充分跳动 先是一个正手的 扑正手 然后跑回测试位之后连续的两条 行线 好球 反正中现在已经是渐入佳境了 我们看有时候 反正中在这个 防守护圈球的时候动作非常写意 王主欣 不错 王主欣 加油 樊振东 樊振东 王主欣 在面对樊振东 质量非常高的这种 弧圈球的 进攻的时候 依然有相当深厚的相识能力 小胖们这本 这本《慢拉加传》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变化 王主欣的反手失误了 有一位叫染情封神如许的 球友问 在说动作写意这是什么描述 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可以知道 小胖有时候在 胡天球的对抗当中 你看着他的动作并不是 你并不觉得他的动作十分规范 他这个回头的动作有时候 有一些个人的特点 但是回来的这个球的质量非常好 有时候小胖们在这个身体重心 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就完全靠这个 手上的调节 依然能回击出高质量的球 我把它形成为血液 樊振东 好球 王主欣的这把正手反拉 虽然说没有着急发力 但是旋转很强 而且落点很深 把犯牌处理的时候直接又在顶板 中方第二局的开局依然非常激烈 从王主欣在本场的表现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其实我们国内年轻的小将 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只是说他们非常缺少参加国际大赛的这个 机会和经验 其实走上了国际赛场 有时候比拼的并不完全实力 而是你的适应能力 直线 王主欣的一个进一球 反拉的时候超网了 有王主欣的球迷啊 已经在为王主欣在 心疼了 说这个瑞典公开赛刚回来 还没有倒过时差 的确啊 瑞典公开赛前天刚刚结束 也就是说球员们应该是在昨天 刚刚赶回国内 紧急着在今天啊 就来参加联赛 尤其是王主欣 还担当了本场比赛 八九海润的第二担打 王主欣在正常中 转换上的一个失误 华典公有的经常能在对方 先上的时候形成上悬 就是一版质量不错 护圈的时候啊 反守卫这版简直就是不讲理呢 我们在画面上看 好像是一个直接的下压 弧线非常低 这个球其实王主欣在 前三板子的这个 对抗当中已经占据了主动 但是依然是正手到反守的一个失误啊 这个王主欣在本局已经失误两次了 正手会反守的时候 正手拉起来 这个球落点非常好 拉到了中路 像反守 像反守拐了一个球 有一位球迷在问 落点很深是什么意思 这个如果说您经常参与乒乓球运动的话 你会知道 虽然说乒乓球才很小 但是落点的变化 在乒乓球运动当中也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摆短 你要尽量摆到近网 而你这个 你的长球呢 要尽量的接近底线 如果说你的球越接近底线 这就是我们平时越说的 落点越深 小胖的连续拉 王主欣的这个防御的阶段不错 中路 中路在第二季比赛中 我们8比8比 虽然说乒乓球台 给我们的感觉不大 不像这个 其他这个球场 我们知道要充分 运用落点变化 但是其实啊 这个小小的球台上 落点变化依然非常重要 白短不错 小胖主动的两条线的变化 不会不会 有位球迷说 解说大叔不要 不要嫌我们无知啊 不会啊 这个其实对于乒乓球的理解 都是一点一点 由于我这个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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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乒乓球 已经有20多年了 所以说 比你们这些小球迷 可能了解的信息 和掌握的这个 知识点会稍多一些 但是 考虑比赛的 有很多的资深的球迷 以及铁钢的球迷 他们对于乒乓球的理解 非常好的 希望这些球迷 都在我们直播解释当中 顾不顾不顾 加油 反身走 反身走 优雅的色味在提问 比赛当中 为什么这个 球员要把上衣扎到短裤里 现在双方打成了十比十平 这个应该说 是由于这个国际拼联的一些 要求的规定 其实有很多球员在打球的时候 他也习惯于把这个球衣 放在短裤之外 但是我们在正式的赛场上 对这个运动员的周庄 是有要求的 王主钦发球 关键时候 一个小胖 摆出了一个滚网的信用球 而且擦的是一个死网 王主钦也是很无奈 因为的确打到这种关键时候 有时候运气球的出现 可能直接决定了一局球的走向 反拉 这个球还是擦网的 但是这个球首先说 还是一个一百十厘球 只不过说弧线上有些运气 我们看 通过强力前两局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王主钦在 虽然目前是以0比2 落后一半分钟 但是 这两局比赛 凡真东赢的 都并不轻松 双方无论是从比分的这个角度上 还是双方那个 来回的这个质量对抗上 王主钦都是给凡真东 制造了一些马上菜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三局比赛 反正逆旋转 我们来看凡真东这种中远台的拉球 凡真东你看他这个重心 变化的幅度非常大 蹲下去 然后反拉上拳的时候 重心又有一个上升和下压的幅度 这个是我们业余的球迷 应该多体会的 我们业余球迷这个打球 重心都比较飘在上面 漂亮 好 这个球非常精彩 非常的精彩 其实反正能摆的已经非常好 这个球摆的很短 只是正好从这个 对方正手的边线的稍稍有些出台 但这个球真的很短 王主钦完全是靠一个 手腕的调节把球拉上了球台 从凡真东那个中远台 地球的这个动作站 你看 可以能看出 可以能看出小胖平时 这个下肢和腰部的负荷还是很大的 好球 王主钦在第三局一上来 明显就是在前三板上加强了争夺 其实小胖有几个球 摆短控制的质量并不差 比如说刚出台球 半出台球 王主钦都是主动上手 先拉起来 反手 漂亮 王主钦的这个反手也是相当有熟力 反正东 反正东 两板连续的反手 好在反正东的相持功力深厚 两板都防住了 王主钦在主动变直线的时候 失误 有位球迷说用腰太多容易受伤 的确的确的确是这样 由于我们这个业余的球迷呢 平时这个身体性量并不太多 我们一般都是简单的热身就直接上场打球了 所以说在这个 如果说你的动作又比较规范 比较用这个下肢和重心以及腰部的转动去打球的话 业余球迷肯定受伤的距离会更大一些 所以说这就要对我们业余球迷可能平时 如果说你的这个下肢 膝盖和你的腰的使用非常好的话 就要加强一些身体锻炼 但是专业球员的 他的这个球的质量之所以专业啊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靠手臂来打球 专业球员完全是靠身体来打球 他的发力 完全是一种从这个 脚掌 膝关节 然后通过宽部和腰部的这种 转动 连接到上肢 完全是一种全身的发力 所以说专业动员有时候能打出那种 我们看起来 超级漂亮的套球 有一只要拼凑的球迷说 胖不着急一分一分这个了 小胖的这个 临场经验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小胖虽然说今年只有19岁 但是从他16岁 展露头角 开始经常的参加国内和国际大赛来看啊 小胖目前也算是一个 不久不久的沙场老将 而且从小胖的成名之早和实力之强来看 我们想一下 似乎也只有他的这个同乡 也是 河南同乡啊 也是他的前辈 邓雅萍能和他相比 邓雅萍也是16岁 就成为了国家略的一个助力选手 然后 19岁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实力冠军 所以说 我们也特别希望着 小胖能够取得和邓雅萍一样的成就 小胖在接发球的弱点上要想一下 现在 王主席抢得非常凶 而且运务率很高 看看小胖这个 发球上会做哪些调整 漂亮 小胖这球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对方正手的 半出台的一个球 不长不短 对方搓接 小胖直接反手拧了 好球 依然是同一落点 发正手的一个半出台球 王主钦的这个 接发球直接抢拉失误了 现在双方7比7 果然小胖追平为比分 反手白短 这球又是出台了 这球 同间一面出台 被王主钦正手抢拉 王主钦正好是一名左手 左手球员 王主钦这个球自己也挠了挠头 其实王主钦那一板的反手 抢上手 这事量真的是不低了 真的是不低了 但被小胖这个一板 直接的中台反拉 王主钦正手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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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环镇走 环镇走 环镇走是依靠动院台的正手连续了 为什么 真的 我们看那个 经常看小胖大球的球迷 其实 为什么小胖的发力会这么好 除了他自身的这个力量因素之外啊 就是小胖的那个 身体重心的运用 小球 王主持人也是发球世界得分 现在双方 第三局的比赛 如同前两局的翻版 比分一直是紧要 现在王主持人的局点 哇 正手极长 漂亮了 胖这个球队一看 这反应都是 都是超一流 王主持人这本发球非常的突然 但是小胖这本 先发球的抢拉 力量太高了 王主持人这本的大球攻击 最大 可以看出来 王主持人这个小将 虽然年龄也不大 但是在场上 胆量还是很大 哇 王主持人通过在第三局场上 力拼这个前三板的争夺 还是 非常出色的扳回了一局 这一局呢 王主持人在这个上场之后 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前三板上 无论是发球 还是 在第二板接对发发球 以及在第三板的这个 抢上手上 都 明显的投怒和加强了质量 嗯 有趣没在说 王主持人不错 的确 王主持人也是我们国家队 目前在 着力培养的 一位年轻队员 男队的 王主持人 和 女队的 王曼玉 都是我们国家队 在重点培养的 今后的 未来人才 有一位叫手滑的路人在说 王主持人确实有实力 怎么国际比赛 首轮都过不去 这个 因为这个王主持人 一直是在 国内比赛参加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 而且国内的训练体系啊 呃 所以说国内球员的这个风格上 差异化不是很大 包括我们国内球员 从发球到这个技术运用 比如说 更强调这个技术全面 呃 更强调正手 而这个外国球员 我们都知道 他接受的不是一种 完全专业体系的训练 所以说外国球员在打球上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个性化的东西 虽然说你看着他不是很正规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话 又会很别扭 好我们来看一球 西板了 继续 我们看王主持人这个 退台之后的防御能力也是非常强 防御能力就是把正手的这个 线路角度太大 直接拉超了 所以说像王主持人这样的小将 虽然说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但是由于走到这个国际赛场之后 真的是国际赛场的这个球员打球 我们看很多欧洲球员打球 包括日本球员打球 都有 他虽然有些动作看着并不是很正规 但是他们都有各自非常鲜明的特点 而这个乒乓球 我们知道有时候 你的适应能力是第一位的 尤其是遇到这个不熟悉的对手的时候 如果说你适应不了对方 你再有实力也是展现不出来的 我们看这就是连续摆短的难度 王主持人 以摆短回摆短 出台了 被小胖强拉 小胖在第一局 第三局 双方的这个第四局比赛当中呢 开局很顺 在这局 针对性的小胖对王主持人的发球 显然是加强了接发球的这个落点控制 我们看凡真中连续 两个接发球摆短质量都非常高 只能逼迫着王主持人呢 也是摆短回接 被小胖直接抓住了个机会 两板正手的暴冲 对有一位叫十三 爱宝兰的网友说 王主持人打得不错 我们知道这些成续 的确就是这样 有位网友说 日本的断腕计划为了东京浪运会 这个关于这个断腕计划 这位网友能跟我们来多聊一些吗 的确日本队现在非常主动培养后备队长 在12月8号将举行的国际联联联联联联联络赛 年终总决赛上 好球 王主持人 日本队呢 在两个组别 就是U21组和这个 21以上组 日本队单打双打一共是有17个人 入围了今年的年终总决赛 好球 王主持人在大笔分钟后的情况下 还是一分一分钟回咬 而我们中国队呢 今年参加这个年终总 有这个参加年终总决赛资格的球员 分别是张继科 马龙 樊振东 许欣 以及女队的丁玲 李小霞和刘世文 小胖的这个动手不断就发得非常隐蔽 非常隐蔽 王主持人判断失误 错接直接就飞出了球台 4比8 王主持人判断失误 4比8 王主持人判断失误 先上手的情况下 小胖有时候他这个进 原地不退台 直接进台反了 有时候还是进台的一板快盖 这板球就非常好 就是改变了这个 改变了这个双方的一个球的一种节奏的变化 我们看小胖这种进台不退台的直接反了 就是原地下蹲直接反了 可以了当年马林的味道 因为一般的男运动员在形成这种正手相持的时候 都会选择退台以后 中台或者中远台的对拉 而小胖包括当年马林 有时候经常是坚持进台不退台 然后原地下蹲保重中心后 进台这个进台回击 其实这个要比在一位的中远台对拉的威胁更大 王浩教练本场比赛也是倾诉作证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是由范长茂教练做的临场指导 我们很多球迷对范长茂教练的发型 还有他戴了一个萌萌的眼镜 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还有我的球迷在问这个范长茂教练的一些情况 现在范震东 9比6 好球 我们看王主钦的这一板 排力的反手 拧直线 质量非常高 单从这一板上看 就这一板的质量 真的不属于范震东 好球 加油 范震东 范震东这个球 动手连续三板 但是这个球在发球上 范震东 接发球上就占据了主动 他反手拧了一条直线 锁住了王主钦这个反手的落点 然后正手连续跟进 这就发球擦网了 现在范震东手握 三个菜点 随着王主钦 反手拧的失误 双方这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接住了 是范震东 是范震东 以三比一 战胜了小将王主钦 为 本场的联赛 二三名的这个双方的争夺呢 打了一个开门红 我看到聊天室里很多的球迷 开始为范震东的这个身材 开始又产生了一些争吻 然后打了一个抢 小鲜蜜 我已经能够在那里 我们上次的帮助 这种帮助 我会让你打开 我会让你打开